想到韩国美食 您会想到什么呢 是石锅拌饭或是韩式烤肉吗 其实当地有相当丰富的鱼产 而且都可以让民众自己现场挑选 再到附近让店家待客烹煮 新鲜的程度 直接切成生鱼片就很鲜甜了 另外不容错过的 还有当地饲养的韩牛 而且韩国政府为了维持韩牛品质 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编码系统 让牛知道肉品的流程 都能够一目了然 对于韩国饮食 相信大家不会太陌生 像是石锅拌饭啦 韩式烤肉啦 应该都有吃过吧 但是其实韩国的水产也是很丰盛的 在江源道呢 就有整个东岸最大的一个渔业港口 也就是柱文京港 在这里每天有500艘的渔船可以来停靠 而且一年输入到这里的海产数量 就多达了10公吨 这个柱文京水产市场 位于江源道江陵市 从1936年就已经存在 在地经营超过80年历史 是东海岸第一大渔港 在这里除了进口渔货 也有当即沿海捕捞的海产 像是鱿鱼 青鱼 明太鱼 秋刀鱼 螃蟹 都是这边东岸的常见海产 可以看到就在渔港旁边有一个非常传统的渔市场 这里好像台湾喔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渔货很新鲜 就在这个摊子上头 你只要挑选你喜欢的 就可以到另外一头 比较新颖的市场里头 那边呢有提供代客烹煮的服务 好 现在透过镜头 我们已经来到比较新颖的市场这边 可以看到整个是比较整洁一点 同样的在这里可以挑选你自己喜欢的鱼种 我们今天就要来尝一尝这个是扁口鱼 也就是韩国人现在比较喜欢吃的品种 我们来问一下这样子要多少钱 小长您 您的用力 好 我们看听到了这个老板娘跟我们说 就是饭会免费的送我们 这样一丝一丝一下 其实是蛮有人情味的 我们就来品尝一下老板娘的手艺啰 为了方便我们是在同一间店直接现挑现吃 利落刀法店家现杀处理 能够做成生鱼片也能做成其他熟食料理 虽然是韩国版的一语多吃 还有一个东西来到平尝 你一定要品尝一下 那就是韩牛了 看到了吗 这是南韩的大厨 现在被清点代言韩牛 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国家对于韩牛的一个重视程度 继续往里面来走一点 这是他们的超市 当地超市里头卖的韩牛一定是最顶级的 因为他们就是产地 另外上头也都有标价 虽然这些价格比起美国牛贵上许多 但是韩国人还是愿意掏钱买单 包装上头清楚标有 一加加 一加以及一 基本上这个就是比较好的等级 分级标准当然是油花的分布差别 另外在包装上头还有生产履历的标章 用手机一扫 肉品来源一目了然 所有资讯一清二楚 因为韩牛在血统上国家有严格把关认证 韩牛指的是韩国本土的棕毛短角纯种牛 其他的肉牛则是乳牛 而江源道的天然凉爽气候是和韩牛生长 成为了著名产地 饲料上头以成长期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三至十二个月 十三至二十四个月 以及二十五至三十六个月 每个时期配方都不一样 讲究饲养 即便价格不俗 甚至高过同等级的美国牛 还是深受民众欢迎 想要便宜一点就得到产地品尝 以江源道来说 产地价格比起首尔便宜了三成 确实含牛的供应量一直不足 一年大概只产出八十八万只 内需已经不够 所以直到2015年才首度出口香港 市场反应良好2016年出口量 已经达到45.7吨 也让韩牛业者开始思考 是否有扩大出口的可能性 但要增加产量 相关人力资源就必须充足 因为韩牛饲养就像是一种荣誉值 以这个品牌来说 从专业切剥到饲养 都要定期让养牛师 进行技术知识的相关进修 自我要求相当高 风润油脂的国宝寒牛 到现捞新鲜的海味鲜甜 江源道的产地美味 要让你见识一下 不一样的韩式美食 至于英国很多人说这里没有美食 不过其实只要到东伦敦的红专巷 很多在地人都会推荐一间小小 有着白色招牌的贝果店 有嚼劲的贝果 夹上扎实的咸牛肉 再加上传统的英式键末酱 是很多英国人难忘的道地好味道 一颗颗贝果并排整齐 放在篮子里加入新鲜牛肉 酸黄瓜 淋上满满芥末酱 料多味美的贝果 看了令人失之大动 这间位在英国东伦敦的现作贝果店 简单白底招牌狭小的店里 客人堕易不绝 从1979年开业至今 已经拥有将近四十年的历史 超大份量 吃一個就超有飽足感 店家受歡迎的秘密武器 在於使用鹽醃製的牛肉 因此肉質相當軟嫩 很棒的是 你能吃到那個脆脆的外面 相當的酸辣牛肉 肉質的脆脆 在那種鮮豬脆脆的味道 這是非常棒的 心配料 除了超厚食鹹牛肉貝果 另外匪羽口味 也是店內另一個招牌人氣商品 非常鮮豬 但也有很甜的味道 味道像是鮮豬的 甜的味道 所以你必須喜歡那種 極端的鮮豬脆 煎的鮮豬脆 貝果其實是猶太人為了躲避屠殺 遷移時方便攜帶的食物 金黃酥脆 有嚼勁的麵包 搭配新鮮豐富配料 這間倫敦受歡迎的貝果店 也帶動社區發展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獨立的地方 現在它變得非常流行 因為我們把這個地方帶來生命 當人們來臨時 他們來臨時 儘管許多客人慕名而來 但這間店並沒有因此漲價 一份不到兩英鎊 清明的價格 也難怪會成為 許多倫敦人心中 難以取代的簡單好滋味 TBS新聞綜合報導